从一开始 人类就喜欢把犯罪的责任推给魔鬼 这是为自己脱罪最简单的借口 如同在创世纪第三章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然而 神并没有因为夏娃的借口 而让她摆脱 罪的刑罚 神还是让她与亚当都为自己的罪受报 如同罗马书第二章形容神时说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说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要知道 魔鬼能试探我们 却不能控制我们 没错 魔鬼的确会引诱和欺骗我们犯罪 但魔鬼不能逼我们做我们不愿意的事 他顶多只能试探我们 试图影响我们选择犯罪 但他没有能力和权柄控制我们做任何事 魔鬼不过是一个被神已经打败的仇敌 他的能力已经大大被削弱了 他不能掌控我们 对于撒旦我们要谨慎两件事 第一就是不能轻敌而对他的轨迹放松警惕 但第二我们也不该太惧怕他 仿佛他是我们胜不过的仇敌 他有暂时的影响力 但没有充足的能力控制我们的行为 所以论到我们的罪 我们不能怪撒旦 那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我们人为何会犯罪呢 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我们并不是等到有犯罪的行为后 才算是罪人 乃是我们本来就是罪人 所以必然会犯罪 雅各书第一章也说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我们有罪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 圣经除了谈到撒旦的作为之外 也提到我们有罪的肉体所行的事 就如淫乱、败偶像、仇恨、真敬、愤怒、自私、嫉妒等 所以我们不能一并将自己的犯罪责任推给魔鬼 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为负责 保罗说罪住在我们里头 我们正是因为选择随心所欲 自己要做王 才会背逆神 不听从神而犯罪 以弗所书第四章 叫我们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也就是说 我们是可以选择给魔鬼机会 或是不给魔鬼留任何余地的 纵然魔鬼试探我们 我们也不一定要上钩 倘若我们向试探屈服 就只能为自己的罪负责 不能单单怪撒旦 并且从亚当夏娃的例子 我们看到他们也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受罚 被审判的不单只是魔鬼而已 其实过分关注魔鬼 会叫我们失去对付自己的罪的心 当我们一直强调魔鬼的作为时 就会忽略自己的罪 忘记我们也需要竭力对付肉体 与我们的罪征战 值得注意的是 上帝解决亚当夏娃的罪之方法 并不是单单把罪咎全部加在魔鬼身上 然后就了事了 神是咒诅了蛇 但也免不了责罚人 神解决人类之罪的方法 乃是让无罪的羔羊耶稣 为罪人死而受罚 还清人的罪在 而罪人只需要承认自己的罪 悔改而接受耶稣的救恩 就能得救 约翰一书第一章应许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如果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 且要与罪征战 我们哪来的能力这么做呢 与其过分关注魔鬼 我们不如更将焦点放在神身上 当我们仰望神时 我们就越会被圣洁吸引 且看见罪的丑陋和糟糕后果 这样我们就不会老想着要放纵私欲 乃是会渴慕圣洁 并且我们与罪征战的力量 来自认识到原来 基督的救赎 已经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挟制了 而且现在还有圣灵帮助我们 神并没有让我们独自与罪挣扎 祂已经将我们得胜罪恶 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 如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所以我们是可以抵挡罪和试探 并不让魔鬼影响我们的 纵使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中 有时会软弱跌倒 但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不被定罪了 我们就会得到盼望 而不自暴自弃 神的赦罪应许会激励我们 又再振作起来对抗罪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不要随意将罪的责任 推给魔鬼或他人 乃学习对付自己的罪 且靠主在圣洁上有长进 继续 诺ul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